海昏侯 这位多金的宝藏男孩在美女奶奶李夫人的庇佑下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后被一举推上皇位 这概率类似于King查尔斯的第二任老婆卡米拉的13岁孙子继位 汉武帝的孙子刘鹤在汉书里被形容的荒淫无度 汉书记载 受洗以来27日使者旁武时节照朱冠鼠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上位27天做了一千件坏事 平均每小时做一点五件坏事 但其实这位坏男孩远没有罪不可赦 吃喝玩乐外还精于书画音乐围棋 性格积极进取阳光开朗 刘鹤最大的优势是不安逝世 所以在霍光加持下幸而成王 但这优势最后也败了他的前途 年轻稚嫩过河拆桥 这像极了现在职场上用人钱规则 本来招个年轻容易掌控的 没想零零后整顿职场 霍光 霍去病弟弟三朝元老 他深得信赖成为脱姑之臣 灭庆家上官杰九族 却独留外孙女上官室 六岁嫁入宫中 终身守活寡 他成为汉朝全臣 霍光也是我们上海的城隍爷哦 感兴趣的朋友请看这集节目吧 刘鹤被霍光废地的故事此处省略 但他并未就此潦倒 2011年一次意外发现的盗墓事件 揭开了他奢华的生活 海昏侯木 一位废地的宝藏人生由此展开 飞驰入汉朝 迎门这个字 我一直以为是个汉 才知道是汉传的海 这是海昏侯国的标志 汉成秦智 初用传书 后改立书 尖家苍苍 白鹿为霜 所谓依人 在水一方 尖家 即卢笛 颇阳湖 生长着大量的卢笛 刘鹤木所在的海昏侯国 侯国遗址就在湖的西面 海就是颇阳湖 荤代表太阳落下的西方 据说这也是海昏名字的由来 刘鹤被废后 被逐回昌义 被人长期监视软禁 直到霍光死后几年 刘鹤侄子汉宣帝封雇 故昌义王刘鹤为海昏侯 在海昏县建立侯国 海昏侯国延续到东汉末年 刘鹤一脉 与此繁衍生息 达百余年 2011年发现的汉代古墓群中 有一座甲字形的墓 让人亮眼 甲字形墓极为侯位 从商朝开始 天子的墓成亚字状 有四条墓道 王氏为中字状 而侯爵为甲字状 刘鹤的墓座北朝南 四百平米 竹果市位于墓市中央 竹果市外围东 西 北围汽雾藏果 靠墓道的南回廊 为车马库和音乐器具库 果市与外围有0.7米的过道 竹果市东寝西堂 是模仿刘鹤生前居所 汽雾藏果里出土了 数以万计的精器 钱币 日常用品如筒灯 熏炉 漆盒 还有武器库 乐器库 文书档案库 娱乐用具库 酒具厨具库 更有一件至今最早的孔子 像穿衣镜 为了彰显海昏侯的高贵身份 车马坑里陪葬了五辆木质彩绘马车和二十匹马 而四匹马的车是汉代王侯出行的最高规格 虽然经历了几次盗墓 但是海昏侯墓是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墓 就随葬品来看 数量大大超过了另外一座汉墓马王堆墓 但是长期浸泡在水里 再加上不密封状态 海昏侯只留下一口白牙 肉身以为泡沫 而马王堆女尸还是完整的干尸体 所以两者无法比较 《奏毒》是西汉的奏章 上面写满了海昏侯的屈辱 她屡次向侄子宣帝表达忠心 却终身被排挤在长安城外 闺女无字印 一枚本该有官职的印章 却是无字印 心疼宝藏男孩一秒 当炉 马面额前装饰物 因为与马头炉正中 故称当炉 这五件金银当炉 惠蚁的龙 凤鸟 虎 麒麟等文样 体现了汉代文化中的净世鬼神 也是对深厚世界的浪漫想象 乘马飞仙 誓死如生 海昏侯 海昏侯讲究穿戴 这颗小小的辟邪玛瑙就是她腰间发现的 辟邪兽是有翅膀的神兽 有西方元素 可能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东方 据说化成泡沫的刘鹤一只手上还握着御剑制 就是剑的中央饰品 注意 毒 制 不毒 喂 不要小看这些玉器 它们是严格的等级标志 侯爵只能拥有当中的御剑隔阂制 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四件套 而心机boy刘鹤把首尾两件藏在了兵器库 可见他野心不死 也难怪宣帝要防范他 燕鱼同灯 放在今天也是一件精美的家电 嘴里含着鱼代表是灯罩 修长的脖子用来排烟 稳健的脚谱是灯座 浑圆的肚子是除水器 而且各部分分别铸造 套合成器可以自由拆洗 而另一件原理相似的青铜灯 就是这座钢灯 作为导烟入水的灯具 点灯的灰浮在灯油表面进入烟管 最后入浑圆的储水部件储存 室内空气得到净化 是环保先锋 青铜搏山炉 相传汉武帝时 山东境内出现了仙山 汉武帝特意前往 从此搏山就成了仙山 而这香炉鸟鸟生烟 层层叠叠的样子像极了仙山 这就是博山炉的含义 刘赫墓有较多熏香用具 看来刘赫曾经常使用 离奇的是 墓地挖掘时有阵阵其香 难道刘赫还刚点了香薰 刘赫墓怎么这么香啊 你们闻到了吧 我说好香好香啊 同样具有巧思的 还有这件被平凡外表掩盖的青铜斧 青铜斧就是蒸馏器 其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蒸馏什么 而在于西汉时期 这件器物已拥有完整的冷凝装置 热爱歌舞的海昏猴怎么可以没有音乐呢 青铜中是这次的正馆之宝 这五件只是一部分 仿佛在述说着当年燕影的圣景 这个微笑的小动物叫巨 巨 悬挂边中墓架的立柱 多是以猛兽形象 古人希望敲边中时声音能如这些神兽 你们能看出这些是什么动物吗 终于来到了万众期待的部分 黄金 海昏猴墓也称为黄金大墓 出土的黄金达到一百二十吨 可惜只活了三十三年 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还是地下银行 鸟蹄精 神马指族 灵指经 麒麟之族 这些形状都与汉武帝生仙愿望有关 汉武帝四处寻游 就是寻找生仙术 天马的蹄 麒麟的指 都是可以飞上天的 汉武帝的生仙梦 也透过灵指经 鸟蹄精表现了出来 除了多金 刘鹤还是钱多多 据说当年出土的铜钱有十吨 负责清点铜钱的 考古人员数钱数了半年 手都抽筋了 前面说海昏猴墓和马王堆墓 是不能对比的 但他们有一些相似之处 比如新追夫人肚子里的瓜子 在刘鹤肚子里也发现了 大连的香瓜子 而这种香瓜子 也曾在新追夫人的体内发现过 可怜的刘鹤 香瓜虽好吃也不可过量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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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